我过来走路了 去哪里了 拿回我的眼镜了 出租车司机在他的车上发现了 然后给我们送了回来 有时候就是这样 东西你不要在哪里 你不要找它自己会出来了 我们好多数 以后我们要帮过去 爸爸贝你没有拍到那个 我看了一个大鲨鱼 鲨鱼啊 我看了一个大鲨鱼啊 我看了一个大鲨鱼啊 我看了一个鲨鱼 我看了一个鲨鱼 我前天晚上跑到酒店的健身房里面去 那个健身房建的位置非常的诡异 它利用了酒店的一个空闲的空间 什么空间呢 就是这个鱼的池子上面那些设备 附近的一个像格楼一样的地方 然后里面一个人都没有 在拉斯维加斯的酒店的健身房里面 还有很多人在健身 这里一个人都没有 就我一个人在那里健身 这个酒店是翻新过的 刚开业没多久 它过去叫Pacific什么 我给忘了 现在的名字叫Alohelani Alohelani 那这酒店还不错的 我们现在在酒店吃这个自助餐 还不错 挺丰富的 而且还有先做的这种鸡蛋饼 而且酒店的房间仅靠着Wakiki的海景 所以还不错 推荐给大家 如果来夏威夷旅游的话 就这间酒店 然后Alohelani 它这个酒店的设计还是比较巧妙的 在这个水池的上方留了一缕照射阳光的地方 现在这个阳光从上面照进来很好看 这个水池的上方就是健身房 你知道健身房里面有一个大水池 这是之前一个士兵的战袍 打仗的时候穿的衣服 这是之前一个士兵的战袍 因为我住在尔湾 所以我平时介绍尔湾 还有洛杉矶周边的地产比较多 但其实我也有夏威夷的执照 我也做夏威夷的房产板卖 我这次来呢 其中有一个事情就是帮夏威夷的一个客人 去讨论他的房子要卖掉的情况 那我现在呢 站在Wakiki这个Alohe Lani的这个酒店里面 这个大街叫皇家购物大道 这附近最好的位置全被酒店给占了 但是在Wakiki的另外一端 其实是有这样景观的房子在卖的 是可以买的 包括在Alamawona Shopping Center那边 那有一个大的公园 公园的后面也有这样的海景房 同时可以看公园和海景 那些房子的景观都非常非常的漂亮 而且谭香山有全美最低的地税 0.39% 那100万的房子一年只要付3900美金的税 但是对于这样的海景的公寓而言 它的物业费会比较贵 那通常要大几百美金 甚至是像刚才我说的Alamawona那边的 有些房子要1000多美金一个月 不过我认为整体上评估 这些都是非常优质的资产 实际上谭香山一直是全美房价涨幅最多的 一个城市之一 它根本的原因是因为土地供给比较紧张 这里是一个岛 这里有风景的这些土地就那么多 那开发了之后呢 它就是属于西雀的资源 先占住了这个土耀好的位置 而且它又是美国在太平洋中间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军港 那军人在美国的待遇是非常非常好的 比如说他们买房子最低可以零首付 军人的不断的进入和离开这个军港 对这里的房地产市场 起到了一个托底的作用 然后这里同时又是全美国非常多的人 甚至全世界的人 向往的养老的圣地 所以很多美国的人到老了 把房子一卖就过来到这里定居 这些优质的稀缺资源 他们的价格在不断的上涨 同时它的持有成本又比较低 所以这是几个主要的原理 哈喽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早上好 又来带大家看房子了 我们中国人出来度假都是天天马不提提的出去景点购物 跟老外完全就不一样 老外就是到了酒店之后 就在酒店的泳池里面躺着晒太阳 哎 我们今天上午终于挤出来时间 可以消停一会儿了 其实我是喜欢这样的 宅在酒店里面 然后现在正在编辑前两天攒下来的视频 这间酒店最好的不是它的风景 而是进入房间不需要输入密码和注册 直接就可以连上的WiFi 而且上传和下载的速度都很快 我前几天去拉斯的时候 哇 那个酒店的网络 他就不想让你上网 他让人去赌场 所以我去拉斯根本就发不了视频 但在这里呢 我昨天前天马发了两集 昨天发了一集 大家都看到了 我现在还在继续编辑和发布 孩子们出去玩了 这位女神待会儿要去逛街购物 那我是自由的 我就喜欢这样 在酒店里面 看着美景做我喜欢做的事情 我还没有完成一集专门的特斯拉评测 但是我在我的日常生活视频中 不断的在讲解特斯拉 它跟其他的车非常不一样的一点 就是它像一个大的平板电脑 行走在路上的平板电脑 因为它会不断的升级 刚才又是远在千里之外的 停在R1的我们的特斯拉 问要不要系统升级 当然是要的 因为每次升级都会带来新的特性 所以遥控升级 回去之后就可以使用最新的 这个行车电脑的版本 好 这集视频已经编辑完了 待会儿发布 现在刚好是午饭时间 今天中午我们会跟国内来的一对 做教育的 以前也是我们的客人 李老师还有史老师 好朋友一起吃饭 待会跟大家介绍一下 他们的教育机构 坚果教育非常非常好的 帮助中国大陆留学生到美国大学 来读书的一个机构 那在我走过去的路上呢 带大家领略一下 檀香山除了绝美的风光之外 繁华的城市风景 Let's go 好久不见啊 开饭之前 介绍一下 坚果教育的师老师 李老师 其实我们现在还 开放了这个 美国私校的这个过程 针对于学科英语 还有英语阅读的精读 和创意写作 还有副派人的写作 虽然他们身在中国 但是我们经常还跟他们 请教关于教育孩子的问题 特别是关于阅读 因为我跟阿国 没有很好的阅读的习惯 包括陪孩子阅读 所以我们经常会请教他们 好 好 我们吃完饭了 收到满满一袋子 宝藏型的书 还有教他们读汉语的这些工具 Lukas跟Fiona又有的玩儿了 妈咧 嗨 妈咪 我们要去买冰淇淋 妈咪 我们要去买冰淇淋 妈咪 我们要去买冰淇淋 妈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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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回到酒店之前刚好碰到孩子们了 Lukas 爸爸的好朋友给你准备了好多礼物 你跟妹妹两个人的 学中文的 喜欢吗 给你跟哥哥的 用来读书认字的 认中文的字好吗 距离今天上午的Vlog隔得太久 我都不知道上午说的什么了 反正告诉大家这里很繁华 哇 KT 这条大街 这世界知名的各种品牌 专卖店全部都有 今天晚上会见两位来自德州的朋友 我来美国之前就在网上认识他们 他们是在休斯顿做经纪人的 做得非常成功 一直在网上沟通 从来没有见过 这次我们来夏威夷 刚好他们也在 所以我们就在一起碰碰面 正式的认识一下 待会也引电给大家 如果大家需要在休斯顿买房子的话 可以联络他 好 亲爱的朋友们 给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下 我在网上认识了多年 今天终于正式网友见面的 Gladys和他的爱人David 大家好 我是Gladys Gladys和David 他们是休斯顿非常成功的经纪人 把很多中国客人买了很多房子 然后做管理 那休斯顿的房地产有什么特点呢 请Gladys给大家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是Gladys 然后休斯顿的特点呢 就是休斯顿那个城市的性价比非常高 然后生活的成本很低 然后如果你要买在海外职业的话呢 投资的话休斯顿的房子租出比非常的高 可以达到一年的6%到7%的净回报率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联系我们 十分学区 十分学区 对 公立学校非常的好 OK 6% 7% 这个在洛杉矶是非常非常难达到的 如果预算有限 从15万美金到40万美金都可以买到不错的 OK 15到40万都可以买到你想要买的房子 OK 15到40万 6%到7%的回报 而且学区非常好 这个价格区间的朋友们 记得联系他们 我把他们的微信放在这里 谢谢 今天这两顿饭吃的绝对是超值的 中午的话 坚果教育的石老师李老师 给了我们很多很多 关于教育孩子的非常宝贵的建议 晚上呢 David跟Gladys又作为地产行业的前辈 教了我很多很多很多 我都非常非常的受用 今天这一天是来夏威夷 收获最大的一天 我都非常感谢 我都非常感谢 Baby, what goes will come around I'm so walking, I'm so proud I never lost it